我相信我們不管是產品組合 或是中端的應用 起這個毛利率 我想將會優於同業 訂單的需求還維持相當不錯的動能 所以我剛才提到 我們整個BB對手還是維持在這個高檔 最早我們在看第三季 我想我們應該都會維持在一個不錯的動能吧 我們內部其實是訂了 希望在2023年能夠達到80-20的目標 降低這種景氣波動 也就是消耗性電力產品這種波動的一個影響 從海也覺得新的國際集團在這個領域上可以來幫他們解決 他們以後要發展汽車會碰到一些關於這種問題 單純就是說從國際賣到洪海的 我想我們已經說成長的 差不多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數字吧 我們都會在看伴 我們在看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